未來一個月我在哪方面 特別需要護身符 對啊 剛才護著不來的 護著 那你卡到我身上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陶螺牌測驗 未來一個月我在哪一方面 特別需要護身符 有五張陶螺牌讓你做選擇 12345沒有任何提示 好 來 小宇老師請 那我選3號 好 海產 我選5號 好 我也是5號 好 2號 好 我選3號 好 1 2 3 4 5沒有任何提示 1 2 3 2號 好 3加1就是4 3號啦 3號啦 3加1不是4啦 3號加1 3號就是3號 3號加1號 3號3加1啦 沒有4啦 我沒有4啦 沒有4啦 你去小玉那邊啦 好 1 2 3 4 5都選擇 完畢了以後我們來看答案 未來一個月呢 在哪一方面需要護身符 目前呢是1號沒有做選擇 我們先看一下2號 他們選到2號呢 是我們篤玲哥跟我們的老師 陳老師 未來一個月呢 在哪一方面需要護身符的保佑 那麼這張陶螺牌是什麼呢 恭喜喔 這陶螺牌當中的死神牌 這個死神牌 它代表的是 舊的不去 新的不來 太好了 所以好運指數有90分 特別是在感情方面喔 對 所以呢 觀眾朋友 如果你選到這個的話 感情 哎呀 你感情耶 趕快把家中的不必要垃圾丟掉 丟掉舊的呢 才能迎來新的喔 那麼錢財也是一樣 把錢的舊鈔把它花出去喔 新鈔馬上要來 好運指數高達90分 非常好喔 贈贈贈 贈贈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選到的這個3加1 3號牌 我們的這個雅蘭姐 還有我們的這個 小鈺老師也是選到3號 舒霍老師也是 來 3號牌 代表是未來一個月 在哪一方面需要護身符 來看一下 恭喜喔 選到陶螺牌當中的 塔牌 是旅遊平安的部分 所以呢 它代表是說 你需要哪一方面的平安符呢 是跟旅行有關的部分 但整體來講 非常好 是旅遊保險 住宿平安 好運指數有70分 非常的不錯喔 然後我們 未來一個月如果不出門的咧 總是要來上班嘛 出門的 對 都會非常的平安 好運指數有70分喔 再來看一下 選到4號牌的部分喔 現場好像沒有人選4號牌 我們來看一下4號牌 觀眾朋友 如果你選到的話 在哪一方面需要護身符 來 恭喜 是好運指數呢 有60分 這個是少說多做 少問多學 是哪一方面的護身符呢 是工作方面的護身符 也是學習方面的護身符喔 如果觀眾朋友 你正在準備考試 或者是說 下半年想要去 投替履歷表的話 希望謀求這個工作當中的順利的話 建議你在工作當中 一個節字牌 要少說多做 少問多學 整體來講 好運指數有60 恭喜 再來1號牌跟5號牌 來對決一下喔 我們選到5號牌的誰呢 是我們的聖美姐 跟我們的海產 選5號牌在哪一方面 要護身符保佑呢 來恭喜 討羅牌當中的審判牌 這張牌呢 是跟健康有關的喔 代表 修養 身心 調理 生活 好運指數有80分 整體來講呢 心情保持平靜 心情保持一種與樂觀 就能夠突破瓶頸 那麼修身養性 好運指數有80 恭喜 那麼選到1號牌的部分 現場沒有人選 可是觀眾朋友選的 在哪一方面 需要護身符 來恭喜我們的觀眾朋友 誒 是命運之輪 好運指數有100分 這是一個財運方面的護身符 代表說財運加倍 獲利翻倍 好運指數100分 恭喜我們的觀眾朋友 謝謝老師 來來來來 我們歸這個命運好好玩的 限定活動開跑啦 請注意 現在把你的手機打開來 然後在LINE上面 命運好好玩的官方LINE 給它加下去 就有機會免費索取 鬼月限定的愛談香洗手乳 來 8月起每晚11點 限量開槍喔 好 來 謝謝老師 謝謝三位 好 感謝你的收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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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